大家中午好 感谢大家收看GOMAX每日财经快讯 GOMAX一站式全中文服务 为您交易主场一臂之力 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三 我是Jacky 今天早上开盘以来 澳洲200指数大幅上涨超过100点 基本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大部分的股票也有所回升 此前下跌幅度较大的一些科技类的股票 仅仅有小幅度的反弹 黄金价格也是如期的跌到了1700美金下方 那么GOMAX团队在3月9号公布的 黄金短期报告和中长期报告中指出 在3月份时候的价格预设 是在1650美金到1700美金之间 非常有意思的是 在3月30号以及今天早上 黄金价格是跌破了1700美元整数大观 也由此证明了GOMAX团队 在黄金等其他产品的分析能力上 还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黄金价格跌到1700以下 很多朋友也想要抄底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 目前黄金在本月或者是4月份 短期的时间里面 依旧没有太大的 能够让黄金价格快速上升的基本面因素 潜在的唯一利益多因素 就是中美方面 在谈判上可能会继续受阻 那么双方继续在贸易金融双边进行摩擦的升级 那么对黄金可能会有一定的利好因素 其他方面除去CPI通胀的预期 那么大部分目前的资金依旧是去持有美国股票 那么和买入美元 美元上涨 美国股票上涨 对黄金短期来讲都是一个打击 那么我们再回过来看 澳洲这边 大家看到最近的股市 上下振幅比较大 尤其是香港恒生和刹那50指数 那么在今天开发以来 香港恒生和刹那50继续延续前几日的上涨 昨天晚上的美国方面 中概股也是大幅反弹 上涨超过10% 部分美国股票像百度 以及钢铁行业的股票X.nyse 那么这支股票是我们此前认为 比较受到关注和持续看好的 但是很多澳洲华人朋友并不太了解 那么X这家公司是美国钢铁业大巨头 基本上是No.1的公司 此前也是被中国的钢铁行业 一直是压制的股价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么随着美国搞出来大量的基建设施 那么对光钢铁的需求也会继续增加 这家公司有30艘自己的邮轮 所以说基本上对外出口 或者是进口原材料 能够用自己的邮轮去运输 所以对于海外的一些现在 比方说我们说货仓或者是油轮的运输成本上升 对它的影响也是比较有限的 因此作为全产业链比较完整的一家公司 在中美关系走弱的背景下 加上拜登政府大量构建基建设施 政策扶持 所以对它是一个不错的利好 那么股价也是从去年9月份的7块钱 涨到了目前的25块钱 那未来呢 目前在K线图上继续有上冲的动能 所以我们在了解了一些政府政策之后呢 要找到相应的产业 相应的股票 并且对我们的自己的投资组合呢 针对性的进行调整 那么在未来依旧要看到的 就是消费潜力受阻 那么在通胀预期走强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找到顺周期 顺周期的产业 包括铝业 包括铜矿 包括钢铁行业 粮食等等大多商品类的 那么这一类公司的一些财报 或者是股票的股评 那么到底这些股票能不能买 适应率又如何 公司管理团队表现怎么样 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如何 它的产品有没有定价权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都会在我们接下来的股评报告中 给大家奉献 所以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 关于这一类顺周期的投资 股票报告 欢迎和我们的屏幕下方的小助手联系 那么最新的报告呢 将在4月1号给大家发出 所以如果想获得的话 和我们屏幕下方微信添加小助手 取得联系 再次感谢大家